我們家的Tinkerbell是如何放鬆心情 跟愛犬一起轉圈圈 笑才好甜 但沒想到英國留學回台後 加入哈利路亞家教會 人生從此變了掉 我信任他 甚至把他當作父親這樣看待 然後結果一步一步的 他把我妹妹身上的錢 全部給用光了 然後等下找他要錢呢 他又不還 哥哥至今還不敢相信 活潑開朗的妹妹 已經走了 拿出大碟資料 控訴妹妹認識教會一名徐姓牧師 對方不但提供他住處介紹工作 甚至鼓吹他投資緬甸土地 妹妹投了台幣48萬 最後才發現這塊地外國人不能買 市值更僅值3萬 因為發覺他提供了這些緬甸文的資料 金額差距甚大嘛 那所以說判我們勝訴 可是就我所知啊 他完全沒有還錢的意願 完全沒有 而且我們去了解他也脫產 妹妹積蓄權投入教會 還曾傳訊息給朋友 說自己生活快過不下去 想到哥哥今年8月就接到2號 妹妹已經誠實在租屋處 死亡多時 他離開教會之後 他就有腎臟方面的疾病 這位楊小姐她是相信上帝會超自然的醫治她 所以她沒有繼續留在醫院救醫 那大家來跟我願意投資了 我不能保證一定會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他們個人之間的行為 仍然透過他生命作 最後一次的人生講座 戴妍竟在獎台上侃侃而談 他就是遭指控的徐姓牧師 表示案子都進入法律程序 除了死亡女措施 還有多名教友也表明受騙 牧師疑似捲入土地投資案 也讓教會蒙上一層陰影 小姐姐 我想往下可安差不多